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帶大家來拍照 拍一個湖 距離約克區 約二十多三十分鐘車程 九階盡頭 如果在這裏知道的就是 一個叫Massoman Lake 這個湖是最近約克區的一個湖 全長四百多公里 直徑約幾百公里 全長繞圈幾十個公里 現在的深度也是很深的 全長幾十個公里 現在看到的地方也是 大一個城門水塘等等 的一個湖 現在是春天第二天 第一天 湖仍然是結冰 湖面結很多冰 不過外面是十幾度 非常溫暖 大家會問 這個湖有沒有湖灘 是有的 現在看到對正的啡色地方 就是湖灘所在 不過是私人湖灘 所以你要付錢 去他的餐廳吃東西 你才可以去那裏玩 夏天當然有很多人來玩 因為最近有兩個 一個就是Woodbine Beach 就是要車營在近市中心附近 如果從黑區駕駛到45分鐘至1小時 這裏其實最接近了 Fu送大家 這個湖灘 這裏一望空闊 大家看到這裏 讓大家看看這條街是怎樣的 這裏 對面全部都是屋 屋價多少 我真是請恕小弟 說不出來 屋價多少 這條路是單程的路 所以沒必要 冬天我都不敢上來 夏天今天這麼 溶了雪 今天這麼好天 帶大家來看看這個湖 那 可不可以說是明星 即是當是一個公園 又不可以說是明星 不過 值得一來 如果夏天 誒誒誒誒游泳 當然 也是說過 私人湖灘是要付錢的 看看深降神而達 大家看到這一個 即是 大家看看 現在這一個 在下面 來的 其實呢 是對面的屋 一個屋主的 所做的 碼頭仔 那 如果說要走整個湖 我想 要 起碼一個小時走的話 駕車當然很快 剛才我過來的時候 都看到很多人在走來走去 那 不過我們就不客氣了 哈哈 真的 很久很久 沒有 吐得太久 那 看春天這麼好 就出來帶大家看看 好 就這樣 先 夏天 大家會去其他地方 看看 多謝大家